30号晚间高雄市1999专线陆续接获北高雄各区民众反应 料事闻到燃烧恶臭 环保局在第一时间派员巡查臭味来源并且采样分析 直到31号凌晨才确定臭味是来自台南市归人区的私人掩埋场 因为起火闷烧导致臭味肆意 尽管已经确定臭味来源 不过上午高雄市长城局在主持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接牌典礼时还是强调 市府团队为了确定市民安全整晚都在找寻臭味来源 直到确定这些臭味是来自台南归人后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过去高雄气暴事件有了惨痛经验 因此市府局处对于任何不明恶臭都不敢掉以轻心 也请民众放心